有一名领性计程车司机 日前在中山高铜锣段遭到乘客洗劫 还被直接赶下车 他用高速公路旁边的紧急电话报警 确实怎么打都打不通 国道警方也掉于监视器 逮捕了涉案三人 想请我们要立刻临线记者叶宇 好 主播苗栗竹南一对羞妹党 因为吸毒缺钱花用 竟然找来领性少年 三个人在竹南镇叫来一部白牌计程车 那么随后呢要车辆行驶上国道 那么行经这个铜锣段的时候呢 就拿出改造手枪跟开栓道 要驾驶把车停在路间 并且交出身上的所有财物 那么我们来听一下被害驾驶当时的说法 第一个反应就是看 在高速公路只能难看看 有没有人停下来 结果就是 没有人停 后来我就去那个 高速公路他不是要紧急电话 他打根本没有人接 是 对啊 反正根本没有人接 那只能就是期待人发现 赶快去通报而已 那么这名驾驶呢 被抢夺了现今两千多元 跟两只手机之后呢 连车辆也遭到开走 人呢还更被丢包在这个国道上面 并且这个国道上面的电话呢 他打都打不通 不过还好呢 是走了二十多分钟之后呢 就被国道远警给发现 那么远警知道是强盗案之后呢 也立刻调阅监视器画面 分别是在台中桃源 把三名嫌犯给具体到案 也是目前掌握的最新情况 好 现在怡盈的连线报道